世卫组织首份成人戒烟指南发布 想轻松戒烟吗 告诉您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第一份 世卫组织成人戒烟临床治疗指南 对于想戒烟的您可谓是特大利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全球12.5亿的烟民中 有六成以上想戒烟 但多数人根本无法获得有效的戒烟服务 当然就很难戒掉 昨天抢救了一位51岁的急性心梗的患者 除了有高血压之外呢 就是长期大量吸烟 他每天平均吸烟至少一包以上 经常抽两包多 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这就是导致他急性心肌梗死的罪魁祸首 世卫组织强调任何戒烟者都是赢家 你应该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了 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 做好以下几点 建议在医院或者社区等卫生场所 常规开展简短的戒烟咨询服务 就是让想戒烟的朋友提供一个行为支持 让他有更强的意愿来戒烟 当然可以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优势 使用手机短信 智能手机软件和互联网程序等 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 让吸烟者有更进一步的行为约束 有的人光靠意志力是无法戒烟的 这里需要戒烟药的使用 比如尼古丁替代疗法 法尼克兰和安非他同等 可以为戒烟者提供帮助 这些药物在戒烟门诊都可以购买到 还有一种叫口嚼烟的方法来戒烟 效果也不错可以尝试 戒烟其实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我的不少患者都有这样的感受 即使下决心戒烟一段时间了 但是只要和吸烟的人在一起 大家都点起香烟 那心理上比猫抓的还要难受 很容易走上复吸之路 因此戒烟还需要有一定的环境 最好身边的同事一起戒烟 家人和朋友要给予充分的鼓励 接受专业人士的培训 提升戒烟的效果 当然还有传统的戒烟疗法 替代疗法等都可以尝试进行 总之戒烟是一项艰难的工程 尤其是对于长期大量吸烟的人来说 更加困难 但考虑自己的健康未来 还是要下定决心 通过以上的方法实施 尽快实现戒烟的愿望